在这个雷举满天飞的时代 很多人都选择去缅怀经典 毕竟那个时代的演员忠于自己的职业 为观众塑造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这其中就有李云龙 说到李云龙就不得不提亮剑 这是一部让人看了还想看 欲罢不能的经典电视剧之一 在亮剑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便是打仗 然而亮剑中的风云人物太多了 李云龙最出彩 但不代表其他人就一无是错了 楚云飞战绩 将军领之意 十山本一幕的特工队进退两难 平安县城阻击战 恶制住吉野连队 使其寸步难行 淮海战役 重伤李云龙并踏论战 仅凭机篇报道 就清晰的判断出国民党败局已定 明言到头来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 李云龙被板前连队包围时 不能救援时的无奈 楚虽三户能亡秦 其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初次见到李云龙和赵刚 后楚云飞 被二人的爱国热情所触动 豪情万丈给我打 打着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管他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 我倒要看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听说山本一幕偷袭赵嘉玉 后屠杀走了全部村民时 楚云飞嘴角抽出丁伟战绩 平安县城阻击战 巧计拖住日军 既阻达到了狄增援的目的 又避免了大的损失 大孤阵斗法 为李云龙出对策 被李云龙戏称为狗头军士 但足见其只勇双全 李云龙都对其有所倚重 军事学院毕业论文 论述国防重点 足见其具有大的战略格局 不可多得的率财 明言 你甭管他是去干嘛 他就是去败售 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因为面对日军 经过自己防区救援 平安县城时的态度 战机瞬息万变 稍纵即逝 靠情势打仗 哪道菜你都甭想干上 面对日军增援平安县城 李云龙近狂 危急的时候 山本一幕战绩 组建山本特工队 日军特种战专家 特种作战理论 电机人偷袭大下弯 重创恐竭独立团 凌山王偷袭陈嘉玉 审权阵王 赵刚掩护老总转移 逼其锋芒 偷袭赵家玉 李云龙团部被摧毁 赵刚重伤 残忍地杀害了赵家玉 三百余村民 将军领之意 困境中临危不乱 用缓兵之计拖住楚云飞 在楚云飞眼皮底下全身而退 总述 老鼠身上绑着炸药 跑进了弹药库 该怎么办 答案是 让猫寒浊水去追 将军阁下 恕我放肆了 我认为我们的司令部做出了极其愚蠢的决定 知那地区的战事未了 用深陷南洋群岛 我不知道帝国的资源 还能让他们消耗多久 李云用战计 苍云岭之战 击毙板田信哲 击溃板田连队 李家扑之战 全间山骑打队 围坚观摩团 击毙日军大批高级军官 三百五十八团平乱 缴获了钱伯军全营装备 平安县城之战 全间山本特工队及平安城守城 全拨日军大孤阵斗法 迫使楚云飞登门求和 淮海战役 重商楚云飞 俘虏常乃朝 全间赞七师 名言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狼走千里吃肉 狗走千里吃屎 即使 面对强大的对手 也要敢于亮剑 就算倒在对手的剑下 也是虽败有容 点击关注加收藏 获取更多精彩 记得帮忙转发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